世界门新闻网 mnewstv.com 川新会刚刚结束 当外界还在议论和评价美朝首脑的历史性会晤时 川普总统星期三对中国发出了贸易挑战 称今后几周将对中国发起非常强硬的贸易对抗 川普政府还表示 正准备为周五发布进口中国商品的最终争设清单 川普总统周二结束与金正恩的峰会后 回程途中在空军一号上接受了福克斯电视新闻的采访 在周三播出的采访中 川普说中国会在贸易方面感觉有些不安 因为我们正在对贸易问题采取强有力的行动 彭博新闻社援引熟悉内情者提供的消息 说川普上周四在白宫召集了一个会议 和他的贸易团队讨论是否推进对进口自中国的产品征收关税 他在采访时说 接下来的两个星期 他们就会明白我们在做什么了 此前媒体透露 川普政府已经在准备最终征收关税的中国产品的清单 按照此前所设定的期限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必须在6月15日前发布最终关税清单 白宫此前表示 将在清单发布后短时间内开始 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 贸易代表办公室4月发布最初关税清单后 在征询意见时收到大量的意见 原定一天的301条款听证会延长到两天半 预计最终清单将会考虑到这些意见 白宫总统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周二 在华盛顿的一个活动中披露了当局推进关税的打算 但是他表示 最终还是由川普总统做出决定 媒体星期二的报道谈及中国在美朝峰会方面所提供的帮助 说中国被认为在促成川普和金正恩会晤方面起了关键的作用 川普总统在峰会后再次表明他与习近平的个人友谊 并说将会在回程途中给习近平打电话 但川普又说 北京近几个月在停止朝鲜边境贸易方面没有尽力 并说那是由美中贸易紧张造成的 尽管一般认为 美国贸易代表周五发布的最后清单 应当是此前所宣称的大约1300多种 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 但是纳瓦罗周二说 川普计划对最初发布的500亿美元进口自中国的产品 关税清单中的一部分商品征收关税 该报道援引了解关税清单计划的消息来源所述 在意见大量涌入后 最初的清单可能很大程度上不变 但会比最初清单的商品数量略少 该消息来源说 川普政府正考虑制定一份由其他产品构成的清单 反映公众意见 而该清单关税可于日后实施 但那份清单将会把重点放在中国未来实施 中国制造2025产业计划时着力会促进出口的产品 很可能包括半导体产品 各方对川普是否真的会宣布失忆关税 还有不同看法 尽管川普政府已经明确表示会在周五宣布关税清单 但也有怀疑者认为 川普也有可能选择把周五发布的关税清单 用作架载工上的一支新建 就算摆好了姿势 但看不出有离闲而出的迹象 这次关税是贸易代表 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 对中国强迫美国公司转让技术调查后采取的贸易行动 根据该法案 美国贸易代表正式在联邦济市发布决定后 需要在30天内实施关税 目前贸易代表办公室尚未发布决定 周二的消息导致美国大豆期货 在周三降至9个半月以来最低点 反映出市场对川普实施关税 可能导致中国对美国大豆征收惩罚性关税感到恐慌 路透社报道引述芝加哥一家大豆经纪行 分析师罗伊哈卡比的话说 那是对情况恶化的恐慌 从近日其他报道看 美方对最后一轮和中国就农业进行的谈判评价是正面的 美国农业部贸易次常态的麦肯尼周二说 近几轮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 尽管需要进一步谈判 商务部长罗斯星期二在参加一个活动后接受采访 被问及针对中国的管税时说 我们拭目以待 罗斯还说 国会议员竭力扭转对中兴减轻处罚决定的法案尚未有定数 因为他需要通过国会表决 川普总统决定给中兴一条生路 引起国会两党议员的强烈反对 参议院两党推动的一个方案是对本周需要表决的国防授权法案做修正 将扭转中兴决定以增补条文形式与该法案一同表决通过 参与阻止为中兴减轻惩罚努力的参议员们周二还表示 看不出有迹象白宫会阻止他们的努力 甚至有议员接受采访时说 他认为总统并不在乎中兴的命运 但周三白宫出面对参议院阻挡总统给中兴生路的交易表示反对 白宫立法事务主任马克朔尔特星期三说 川普政府正和参议院的领袖们合作 对本周将要通过的防务授权法案中的文字做更改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在北京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讨论了朝核、贸易和南中国海军事化等议题 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 蓬佩奥国务卿在会晤期间提到了美朝历史性峰会的关键成果 他还强调说美国决心在朝鲜半岛实现全面 可验证和不可逆转的无可化 并帮助建立持久与稳定的和平机制 蓬佩奥国务卿向中国领导人强调了 全面落实所有联合国安理会与朝鲜相关决议的重要性并重申 如果平壤迅速去核将面临光明的前景 中国官方媒体说 习近平向蓬佩奥祝贺美朝首脑实现历史性会晤并取得积极成果 习近平说半岛局势错综复杂 解决起来必然是一个寻去渐进的过程 他还说 中方愿意发挥积极建设性的作用 中国官方媒体说 习近平主席对蓬佩奥国务卿说 双方要加强高层交往及机制性对话 拓展各领域合作 他还说 希望美方慎重妥善处理台湾 经贸摩擦等敏感问题 防止中美关系受到大的干扰 美国国务院说 蓬佩奥重申 我方对中国在南中国海修建前哨基地 并将其军事化深感关注 这些行为加剧紧张局势 并使纠纷复杂化和进一步升级 威胁贸易的自由流通 并破坏地区稳定 他还重申 美方致力于确保美中贸易 与投资关系的公平与平衡 他还重申了顶期接触 以解决其他一系列双边问题的重要性 蓬佩奥参加了美国总统川普 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星期二在新加坡举行的历史性峰会 随后访问了首尔 与韩国和日本官员会晤 并于星期四抵达北京 蓬佩奥国务卿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与习近平主席见面之前 会晤了中共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办主任杨洁篪 在与杨洁篪一到与媒体见面时 蓬佩奥提到了美朝峰会的成果 他说 我今天来这里要谈中国在 接下来的步骤中 作为建设性的参与者的重要性 同天早些时候 蓬佩奥会晤了中国国务委员 兼外交部长王毅 两人举行了联合记者会 蓬佩奥国务卿在记者会上强调 在朝鲜实现无核化前 不会缓和或解除对朝经济制裁 蓬佩奥说 中国外长王毅也再次表示 中国将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 继续执行联合国制裁决议 在美中关系问题上 蓬佩奥说 他与王毅谈到了两国贸易纠纷 南中国台主权争端 以及人权和宗教自由等问题 在当前的美中贸易纠纷问题上 王毅说 希望美方做出明智的选择 蓬佩奥在记者会上说 我们对中国的逆差仍然很大 他还说 对川普总统来说 重要的是矫正这一局面 让贸易变得更加平衡 更加对等 更加公平 并有机会让美国员工得到公平待遇 此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星期四反驳朝鲜官方媒体 有关美国总统川普 在这个星期与金正恩举行的新加坡峰会上 同意逐步解除对平壤制裁的报道 指川普总统在去核过程中 步骤寻规上一直非常明确 朝中社说川普提出随着关系改善 会解除制裁 报道按是一个分阶段的方式 即在去核过程的不同阶段 将做出让步 蓬佩奥在首尔与韩国外长 和日本外相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 川普政府不会重复过去几位总统 所犯下的奖励平壤去核承诺的错误 蓬佩奥说 当我们提到过去的错误 他们是在完全去核前 就提供经济和金融援助 这将不会发生 川普总统讲得非常明确 另据路透社报道 韩国总统赴清瓦台当地时间星期五表示 因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邀请 韩国总统文在寅将于6月21到23日访问俄罗斯 俄罗斯曾是旨在解决朝鲜和问题的 六方会谈的成员之一 这六个国家是朝鲜 韩国 中国 美国 俄罗斯和日本 报道称 这将是1999年以来 韩国在任总统首次前往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 清瓦台表示 两国领袖预计将讨论包括朝鲜无可化 以及朝鲜办 导和平等议题 清瓦台表示 我们预计 随着朝鲜办导和平的发展 与普京总统的高峰会将成为 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和两国合作的机会 预计 文在寅将在访俄罗期间观看一场韩国 和墨西哥队之间的世界杯足球比赛 川金会刚刚结束 川金会当日 美国总统川普突然宣布停止美韩联合军演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次日在韩国表示 如果朝鲜不再有细合诚意 美韩军演就将恢复 同时他也提到 希望朝鲜在川普第一任期前完成重大契合行动 美联社报道 蓬佩奥周三13日抵达韩国 向文在寅政府说明川金会的会谈结果 这是他今年4月就任国务卿以来 首次正式访问韩国 周四他将拜访韩国总统文在寅 之后出席美韩美日韩外长会谈 针对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将停止美韩军演 蓬佩奥周三表示 川普与朝鲜党魁金正恩谈到这件事时 他就在现场 川普当时向金正恩非常清楚地表明 停止军演的条件是朝鲜继续进行有诚意的谈判 如果美国认为朝鲜不再有诚意 美韩联合军演将恢复 在川金会后的记者会上 川普宣布将停止美韩军演 理由是军演花费太大 而且在美朝正在积极谈谈时 在进行军事威胁不可适宜 此前 川普就一直认为 驻航美军和联合军演花费太多军费 此外 蓬佩奥周三也提到 美国希望朝鲜在2020年底前 采取重大的契合行动 他表示不会透露朝鲜无核化的具体时间表 但美方希望在川普第一个任期结束前 能够有重大的一步 另据台湾中央社报道 蓬佩奥当时表示 有关朝鲜核武的谈判下 周英会迅速展开 且上述目标极有可能达成 蓬佩奥说 核武器重大裁减 我们对能在今后两年半内达成 充满信心 对此 华尔街日报对重大裁减的解读是 美国试图在川普的第一任期内 解除朝鲜的核武装 另外 蓬佩奥的表态 显示美国死前提出的一揽子计划中 已经引入了朝方的分阶段契合的因素 川普在川金会后的记者会上也曾透露 无核化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不过 目前不知美方是否在朝方 所谓同步性原则上有所让步 朝方一直坚持每个契合阶段 都要得到相应补偿和安全保障 而美方则坚持朝方完成续合后才予以补偿 据行媒透露 美方坚持签署美朝中战宣言的条件是 朝方将彻底 可验证 不可逆无核化写入川金会联合公报 承诺无核化实现 以及列出将销毁的核武器 核物质 核设施的明确清单 但朝方一直没有回应 导致美方已经准备好的美朝中战宣言 没有在川金会上演 另外 针对川金会的联合公报中 只有彻底无核化 没有写入彻底 可验证 不可逆无核化等字眼 蓬佩奥解释说 我向你们保证 彻底 即包含所有人关切的可认证性 没有人能不经认证 就彻底达到非核化 他表示 金正恩明白 在任何与美国的协议中 无核化的承诺都将被深入核实 川普在川金会后的记者会上也表示 金正恩承诺将关闭导弹发动机实验场 我们将投入包括美国和国际社会在内的 众多人力检验朝鲜的无核化 川普总统在峰会后再次表明 他与习近平的个人有意 并说将会在回程途中给习近平打电话 但川普又说 北京近几个月在停止朝鲜边境贸易方面 没有尽力 并说那是由美中贸易紧张造成的 尽管一般认为 美国贸易代表周五发布的最后清单 应当是此前所宣称的大约1300多种 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 但是纳瓦罗周二说 川普计划对最初发布的500亿美元 进口自中国的产品关税清单中的 一部分商品征收关税 该报道援引了解关税清单计划的 消息来源所述 在意见大量涌入后 最初的清单可能很大程度上不变 但会比最初清单的商品数量略少 该消息来源说 川普政府正考虑制定一份 由其他产品构成的清单 反映公众意见 而该清单关税可于日后实施 但那份清单价值关税可能导致中国 对美国大豆征收惩罚性关税感到恐慌 路透社报道引述 芝加哥一家大豆经济行 分析师罗伊哈卡比的话说 那是对情况恶化的恐慌 从近日其他报道看 美方对最后一轮和中国 就农业进行的谈判评价是正面的 美国农业部贸易次常态的 麦肯尼周二说 近几轮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 尽管需要进一步谈判 商务部长罗斯星期二 在参加一个活动后接受采访 被问及针对中国的管税时说 我们拭目以待 罗斯还说 国会议员竭力扭转 对中兴减轻处罚决定的法案 尚未有定数 因为他需要通过国会表决 川普总统决定给中兴一条生路 引起国会两党议员的强烈反对 参议院两党推动的一个方案 是对本周需要表决的国防授权法案 做修正 将扭转中兴决定 世界门新闻网 川新会刚刚结束 当外界还在议论和评价 美朝首脑的历史性会晤时 川普总统星期三 对中国发出了贸易挑战 称今后几周 将对中国发起非常强硬的贸易对抗 川普政府还表示 正准备为周五发布 进口中国商品的最终争设清单 川普总统周二结束 与金正恩的峰会后 回程途中在空军一号上 接受了福克斯电视新闻的采访 在周三播出的采访中 川普说 中国会在贸易方面 感觉有些不安 因为我们正在对贸易问题 采取强有力的行动 彭博新闻社援引熟悉内情者提供的消息 说川普上周四在白宫召集了一个会议 和他的贸易团队讨论 是否推进对进口自中国的产品征收关税 他在采访时说 接下来的两个星期 他们就会明白我们在做什么了 会把重点放在中国未来实施 中国制造2025产业计划时 着力会促进出口的产品 很可能包括半导体产品 各方对川普是否真的会宣布 失忆关税 还有不同看法 尽管川普政府已经明确表示 会在周五宣布关税清单 但也有怀疑者认为 川普也有可能选择 把周五发布的关税清单 用作架在工上的一支新建 就算摆好了姿势 但看不出有离闲而出的迹象 这次关税是贸易代表 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 对中国强迫美国公司转让技术调查后 采取的贸易行动 根据该法案 美国贸易代表正式在联邦济市 发布决定后 需要在30天内实施关税 目前贸易代表办公室尚未发布决定 周二的消息导致美国大豆期货 在周三降至9个半月以来最低点 反映出市场对川普市 此前媒体透露 川普政府已经在准备 最终征收关税的中国产品的清单 按照此前所设定的期限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必须在6月15日前发布最终关税清单 白宫此前表示 将在清单发布后短时间内 开始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 加征25%的关税 贸易代表办公室 4月发布最初关税清单后 在征询意见时收到大量的意见 原定一天的301条款听证 会延长到两天半 预计最终清单将会考虑到这些意见 白宫总统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 周二在华盛顿的一个活动中 披露了当局推进关税的打算 但是他表示 最终还是由川普总统做出决定 媒体星期二的报道 谈及中国在美朝峰会方面 所提供的帮助 说中国被认为 在促成川普和金正恩会晤方面 起了关键的作用